哈囉,大家好,我是美樂 嗨,我是嘎嘎 然後我們現在在平溪老街 雖然平溪這個地方我們來了很多次了 就是我們騎腳踏車來 可是我們沒有像這個一般的正常裝扮的時候來 今天配合我走觀光客一日遊 然後我們今天就來看看這邊有什麼吃的 然後還有逛的 等一下我們會去青銅老街那邊 走! 走! 嗨! 什麼? 這一間好像是很好吃的大腸包小腸喔 那我們要吃一下 好像有被採訪過,我們去看吧 走! 聽說這間很有名,這間有被採訪過 我之前家日來的時候,這裡真的都採訪了 真的喔? 今天平日沒有人 很好 這裡有很多口味,然後我們選一個一起吃 可以吃吧 吃可以 阿姨剛剛說的今天是平日 所以 喝的厲害的都沒有開 但他推薦我們去看一下六扇 然後我們剛剛買了一個香腸 泡菜口味的 你看它很特別喔 你看 喔! 台式泡菜 台式泡菜 看起來亮晶晶的 好! 好吃嗎? 你覺得好吃嗎? 我覺得很不錯,因為泡菜脆脆的 然後它有一點酸味 可以綜合那個香腸的油膩感喔 我也覺得蠻不錯的 我覺得搭起來很好吃 剛剛那個香腸的老闆娘 他說假日的時候這裡要排兩三個小時 一兩個小時 他說假日的時候要排一兩個小時才可以買到香腸 我們今天是平日 所以 不用排 耶! 這裡有一個平津老街的地圖 然後我們現在在這裡 在這個星星這裡 然後他說這邊有一個六扇門 六扇門沿家茶館他說很特別 然後他說這邊很多人來這裡爬孝子山 這個六扇門就很開心 然後再上去是什麼啊 然後還有這種 再上去石頭 然後他這裡還有這種客家的布對不對 花布 花布 然後這邊有一個老油桶 可以上去 全台最老油桶 他這個油局還是有在開的啊 這裡啦 很可愛的 火車 平溪的火車是有在開的 這個是什麼?主關號啊 這個是自祥號 這個不是叫小台 小台的自祥號耶 掰掰 剛遇到一個當地人他說 他說這個火車是自祥號 然後他說那個車子也還蠻平反的 不會像我們想像中的那樣 好像15 20分會有一般車 對也蠻快的 對蠻快的 然後他這邊火車站的旁邊 就有一些禮品店可以逛 還有放天燈的店 對 超紅的 然後前面這邊就是火車站 然後前面這邊就是火車站 沒錯 車站 好奇蹤 車站 這個真的很嫌樂耶 你想買是不是 有點心動,但平常怎麼戴 平常根本不能戴啊 都賣完了 都賣完了 我們剛剛被這個獨早餵餅店的招牌也吸引 所以我就走進去看看 他們今天都被訂完了 他這也要用電話預訂的 剩下幾個這個我就買了 各一個 芋泥跟咖哩 你吃看看 你來挑料 可以挑幾種 仙草 大紅豆 我們點了一個冰 我們剛剛選了三種料 包含芋圓,芋圓是一定有的 我覺得他這個芋圓很Q欸 還有地瓜圓 還有地瓜圓 剛剛吃完冰,然後冰店的老闆娘呢 跟我們說這裡有一個觀音岩八仙東 他說那裡很涼可以去走走 這裡就有指標了 就是還沒有到郵局那邊 這邊 走 這裡有柚子耶 快去摘 摘不到啦 那個柚子很大是不是 超大可能 不知道好不好吃耶 柚子開花的時候那個柚花超香的 好 從這邊走上來 那個婆婆說的就是這個防空洞啦 進去看看 我們走進去看看裡面有多大 好暗喔 喔 就這樣 穿小巿 我們過完平溪老街了 然後我們現在在Google Map上面找了一個瀑布 然後我們現在要前往菱角瀑布 Go Go 剛開過來的路是超級的 基本就是向西車的路 然後這邊是菱角 那感覺就是行人專用道啊 然後這裡就是菱角火車站 就是這台車開往的路線就我們剛剛開的 這裡就是一個菱角車站耶 小小的 我們去看一下哪條路的多小 那裡沒有辦法跪車耶 你看 然後我們現在往這個菱角瀑布的地方走過去 在這裡就看得到瀑布了耶 哇 蠻美的耶 我們趕快去瀑布那裡拍拍照快要下雨 從剛剛這個車站走過來 走這裡 就是去菱角瀑布的方向 然後我們剛才遇到了幾個深山客 大家全部武裝耶 我們當然應該可以去吧 我們從這裡走到瀑布才四分鐘而已 OK 好 零腳站 零腳車站 它就是在平溪的下一站 下面就是瀑布了 有啊就是瀑布的聲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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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瀑布帶我們來的秘境景點 哇有瀑布耶 哇有瀑布耶 好多洞瀑布喔 水好涼喔 來到上面這裡就看到這個洞穴 啊就是通往下面的水 而且這裡好多蝴蝶喔 你要不要找這個人 真的啊 好怕 欸咁咪已經可以拍照點耶 快來拍吧 別在哪 這也太急了吧 而且旁邊的路都坐超高的 好貓咪 還好我們剛剛有看到美景對不對 不然現在這個天氣是一陣的暴雨耶 而且還好我們剛剛有看 就感覺到 地球苗頭不對勁 對 好那我們今天的拍攝都是使用 這一支Google Pixel 6a的手機喔 你看白色的 沒有質感吧 很薄 而且感覺很輕巧 今天拿起來都還蠻方便的 而且我現在用電量也才不過用了20%而已 很省電耶 我的手機都已經快要沒有電了 我的手機都已經快要沒有 你的手機都還不及露營 這趟是我的天氣 這趟是我的天氣 那一趟是我的天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